现在我们请尝尼 来到我们的超大学 超大学 我跟你说 这个连够高 不跟着不可能 太厉害了 哈啰 哈啰 欢迎 我好高 跟您比怎么着 我们都是坐着的 没那么夸张 你有多高 我一名九三 你是小学的时候 就已经很高 三年级跟我的班主任一样高 但我身材很小 我身材只有五斤六两 但是长 但是很长 就油条一样 不用语 就是背上 五斤六两的油条 今天怎么只有你自己来呢 因为她要训练 然后刚刚给我发进一期 就在康复训练 康复 其实她们身上有好多伤 都是老伤那种 为了追求比赛场上的 更高更强 康宁见到你我特别兴奋 虽然说很多人 很多人是听着我的歌长大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蔡老师是在女排精神的感召下长大的 八十年代 知道多崇拜中国女排 中国队以两分的优势 取得了最后胜利 中国女子排球队 获得第二三届奥林匹克 女子排球的冠军 那一幕真的太难以忘记了 真的是女排精神带给我们 太大的激励和鼓舞了 那一代你们就排球女将 一直也是激励你们这一代的 所以女排精神是代代相传的 让我做节目有幸 让郎平老师帮我签了一个排球 我回家跟我妈我爸之后 我妈我爸跟狮子王捧那个球一样 这个球在我们家正中间那个柜里头 让他们觉得那种精神的一个 精神之助 每天我要像那个 中国女排的精神 你是排球 她是篮球 你俩是咋认识的呢 说来其实就大家都觉得 我俩是青梅竹马 因为我们双方父亲认识 将近快三十年 但是我们俩不认识 她之前是上海南岚的 然后转会转到江苏南岚 而且第一面我们俩没见到面 只是她单方面地看到了我 而且她也不知道那个是我 那年正好崴脚了 崴得很严重 然后是拄着拐回到江苏养伤 当天还下雨 然后我在前面滑了一下 但我没摔 让她照从那边走上来 看到我的背影 就跟旁边的朋友说 那姑娘好高 当时特别巧的是 我的康复师 去了他们队当体能师 然后就通过这个体能师加的微信 这样 那你们真正面对面相见 那是什么情景 她第一次和我见面 我们俩是在晚上的操场 她是个自带BGM的男人 她在帽子里面 放了一个那个音响 然后自带BGM走出来 天啊 等一下 你还记得是哪首歌吗 她的BGM 肯定是 《不要迷恋我》歌的是个传说 《不要迷恋我》 酷 说唱吧 浪漫型的旋律说唱 摘下星星给 摘下月亮给 反正就这种类型的 然后再操场走 那个时候是我们俩第一次见面 最扯的一点是 我有一点点的夜盲 所以那天特别黑我 看不太清 我就看到一个黑影高高的笑 要面强到没有方式 所以一晚上就觉得 跟那个黑影在走是吧 那个音响 对